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当天刮的所有东西吗 不是所有的 这是一部分就是他剩下欠的 就是他当时是这么结的 就是说先数了一部分 结了个200多的样子 然后就剩下的底 就是有奖的和其他没中的就底掉了 然后我就扔了 还剩下920 他就是进来的时候 他直接就指着这里的要刮这个 然后他进上来的吧 然后就感觉我才来十二天嘛 感觉他要比我懂的样子 然后我就直接拿给他刮了 小沈介绍 刮刮卡有好几种 一张从5块钱到30块钱不等 这个阿姨50多岁 当天一共刮了价值1800块钱的刮刮卡 把柜台里的刮刮卡都刮空了 付了200块钱 中奖六七百块钱 底掉一些 还剩下920块钱 没有付 他说这个先出去一下 马上就来给 我说那你先把手机啊 这吧 然后他说没事 我马上就过来 然后我跟他说了两遍 然后他洗了个手就直接走了 说我马上就过来 他当时说的是马上 然后就隔了两天了嘛 也没有过来 小沈说这个阿姨之前也来过他们店里 刮了100块钱 挣了800多 乐呵呵的就走了 老板说这个阿姨之前也欠过钱 还写了欠条 但第二天就来还上了 没想到这次过了那么多天 还没来 欠下的920块钱 小沈已经自掏腰包给了老板 但越想心里越难受 就是也很不容易吧 就是毕竟就刚从学校出来 就觉得被骗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感觉社会好冷漠 感觉心里有点不太难接受 主要是心疼女儿吧 也不是心疼钱吧 她吃也不吃的 睡觉也不睡 我是这样 钱吗的 我说可以再回 我跟她说这个不关理事的 其实是她自己拿了走 不是说你不好 她说这样心里 她说稍微好受一点吧 小沈的妈妈说 女儿上班这十来天 每天工作将近11个小时 店里只有她一个人 每天吃饭只能点外卖 或者早上从家里带饭去 看到女儿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真的很心疼 随后 小沈跟领导请了假 到嘉兴同乡梧桐出所 报了案 有了 黄剑记者 嘉兴报道 请准备